今天和當番漢語的第一堂課 我們要討論的是詞類 上一週請同學看了那個 黃禮禮的第一章 看了覺得怎麼樣 我們今天基本上就是有兩個流程 第一個就是用講義呢 把那個漢語句法 黃禮禮的那個課本的第一章 之類的 先把它cover 然後接下來會帶一些問題的討論 然後如果有時間的話 再進到傳統漢語的那個 課本裡頭的 對於詞類的分析 第三個流程不一定能夠跑完 因為 那個應該是同學們自己在讀 漢語語法的中文書籍 我們去進行 然後大家可以 在課堂上可以學習到更多 那首先我們進到詞類的 詞的分類 詞的分類 好 首先詞呢 最簡單的話 當然我們知道 詞可以分成兩類 一類是詞詞 一類是虛詞 對不對 那各位進到那個華教學層 已經都讀 會會涉略到漢語元選 因為這是一個考科嘛 所以我們進來的一個考科 那所以可不可以請同學說一說 詞詞 所謂的詞詞跟虛詞 它的分頁是在哪邊 詞詞跟虛詞的分頁 詞詞跟虛詞的分頁 什麼想法 我們從這邊照過來 讓一人講一個 詞詞跟虛詞要怎麼區分 嗯 詞詞是提供語句當中的語法功能 嗯 詞詞是提供語句當中的語法功能 那相對的詞詞就是 詞詞語意的 嗯 詞詞語意的齁 所以說詞詞能夠承載 詞詞的語意齁 然後還是它只是一種 焦點輕重或是語法功能的 詞類 這是詞詞跟詞詞的第一個區別 大家會再講一個 詞詞的詞就是 詞詞 嗯 量詞 量詞是詞詞還是虛詞 量詞是漢語當中很特殊的一個詞類 比如說英語裡頭就不會有量詞這種詞類 那它究竟是詞詞或是虛詞的話 可以去 有很多文章在argue 很多文章在辯論這件事情 所以這邊 方學講到的是 實際的範例 也就是說 哪些詞類屬於詞詞 比如說名詞動詞很明顯就是詞詞 那比如說 移動詞相關的助動詞 或者是數詞量詞 會一般認為可能是比較像虛詞 比起名詞來 所以時序之分 它是有等級程度的 好那接下來還有沒有什麼想法 虛詞不能獨立成詞 個體 虛詞需要搭配其他詞 虛詞不能獨立成句 是這樣嗎 它獨立成語 對因為它是主宰 具體當中的語法功能為主 所以虛詞一般 它不可以當作答句 不能單獨成句 當作答句 比如說 當你的問句問到 今天誰沒有來上課 然後你可能會回答說 它就是名詞 當作答句 所以它就可以獨立成句 然後還有什麼 嗯 這是就語法功能來看 那我們知道 上次有跟大家稍微講到 所謂詞類跟語類的區分 那以語類區分 主語、謂語 所謂的主謂病 那可以擔任謂語的 比如說像 在漢語裡頭動詞跟形容詞 可以擔任謂語 那這些就會一般認為是詞詞 那如果是其他的連接成本的話 那不能當作主衛兵等重要語法功能 一般就會是虛詞比較多 所以這邊整理一下 是否成載語役 然後還有在句中 是否可以擔任主語衛兵這個語法功能 然後還有呢 嗯 另外一個是 剛剛同學沒講到 就是所謂能產性 一般來講詞詞比較能產還是虛詞啊 每個句中都會要有虛詞嘛 對不對 那哪 詞詞是封閉性的詞類還是 可以開創新詞的 嗯 對 那虛詞的話 一般 當作主動詞的 當作連接詞的 當作功能詞的 通常就是比較閉鎖的詞類 就不會有無緣無故就造出一個新的主動詞 但是名詞你可以想像 今天有一個新的物件 你發現了 那它可能或是發明了 那它很有可能就會造一個新的名詞出來 好 然後 還有就是音調的部分 嗯 很多那個功能詞組或虛詞呢 它都比較是輕聲 或者是 不是承載劇中的那個 重要的那個 intonation 然後還有就是說 出現的頻率 出現的頻率 你們可以想想看 在一個語片當中 比如說你 假設你閱讀了兩頁書好了 裡頭會出現比較多的功能詞組 功能詞還是某一個名詞 應該是詞詞出現比較多 還是虛詞比較多 虛詞 為什麼 因為它會重複出現 每個句子當中都可以啊 都一定要有某些功能詞組 來做連結嘛 然後還有單獨詞 能否單獨成句 這是詞詞跟虛詞的簡單的區分 那 除了詞詞之分之外 那 我們還熟知的詞類的區分 就是所謂的 八大詞類嘛 對不對 八大詞類是什麼 什麼名動型負 名詞動詞形容詞負詞 這一類的 好 那首先這邊 在那個 黃莉莉的課本裡頭 第一 一開始就 開中民意就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一定要把所有的詞彙 一個語言當中 所有的詞彙庫裡的詞 做一個簡單的區分的時候 我們最容易辨識的詞類是什麼詞 各語言都要有的 名詞跟動詞 為什麼這跟外在事物有關係嗎 我們語言本來就是一個作為溝通的載體 那所以說 當我們在講 世界上的事物的時候 最簡單的就是事件 我們會講一個事件 我們會講一個物件 物件就是包括人物 人事物 所以比如說像 人民 東西的名稱 東西的名稱 這就會體現在一個語言裡面 代表是名詞 對不對 那如果你描述的是一個事件 就是語句通常是有一個 我們說主位結構是語句最簡單的結構 那以魏魚來說 它最常見的魏魚就是動詞 所以八大詞類裡面最簡單 一定會出現在一個語言當中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第一個勾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於外在世界的認知 最基本是哪兩類詞 然後需要被語言所標記的哪兩類 那答案就是名詞跟動詞 所以基本上每一個語言 大部分的語言都會有名詞跟動詞 那有一些語言 比如說南刀語 它是VSO的語言 也就是說它的語句是 動詞在前主語 然後再來是兵語 是動、主、兵這個次序 那對它來說呢 它的動詞跟副詞 跟形容詞是不區分的 也就是說它的那個 V開頭那個可能看起來是 其他語言當中形容詞或名詞 那不管怎麼樣 最基本的就是會有動詞 那請問動詞跟名詞的區分是怎麼做的 大家可以看 例子第一跟第二 這邊第一裡頭有報導 有翻譯有翻修 二的ABC裡頭也有報導 翻譯跟翻修 那它們的區別是什麼 這邊的報導翻譯翻修的區別是什麼 首先看到左邊這個ABC這個 它的那個冰語 就是它接受詞的話 它的位置是在它的動詞的直接右側 對吧 那當然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提貌標記 比如說冷 那右邊這邊來說 電視報導的事故跟電視台對那次事故的報導 看起來顯然就是 右邊這個它如果要接冰語 報導的冰語的話 它必須用對這個介系詞來引介 對吧 就是那一次事故必須要接在對這個PP裡面 然後呢 右邊這個名詞組它還可以被前面所有的成分加上的 來當作修飾語來修飾 所以電視台對那次事故的報導 這個的前面全部都是修飾語 在修飾什麼 報導 那這就是漢語裡頭動詞跟名詞最簡單的區分 那個漢語裡頭的動詞的特色是我們沒有多加的語罪 我們在電視英文當中的動詞 通常動詞可以稱 可以接上 表時間的語罪 比如說一定 表樣貌的語罪 比如說進行報的ing 這些都只能附加在動詞上 可是在漢語裡頭我們看不到 所以對這件事件的報導 跟報導的事件事實上看起來都只有報導 沒有其他的詞綴去附加在它上面 那我們怎麼知道它是一個動詞或是一個名詞 其實就是從它出現的 它的distribution 它的分佈 它出現的情境 那以動詞來說很顯然 它的冰語是在它的 承接在它的右稱 因為漢語是一個 語序上表面是sdo的語言 然後第二個就是 名詞如果也要承接成同樣的冰語的話 必須用介系詞對來引介 然後呢名詞可以 呃 接受的所引介的修飾語來修飾 這是一個最簡單從1跟2的對比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那各位在看課本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如果我們要 呃 辨識動詞的話 剛剛講在 呃 英語裡頭我們可以看它的 時間標記 題貌標記等等 那漢語裡頭有沒有其他客觀的 解釋的方式 我會想像這樣子 那個細什麼 這邊 對嗎 裡面是講那個否定 嗯 嗯 否定的語數 不跟還有另外一個構詞 方式是所謂的FAA 對不對 漢語裡頭有一類的問句 它是把動詞成分做成A 那A的格式 就是比如說吃不吃睡不睡 來不來 今天來不來 呃 你餓了吧 你吃不吃 等等的 那還有雙 雙音節詞 比如說你喜不喜歡 那看起來都是A 那A A不A A非A的形式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否定詞 在動詞前頭可以加上不或者是美 形成這個句子的否定形式 好 所以這邊就是有兩個測試 一個是不測試 不的測試 否定測試 所以我們知道不睡不通知不賽求 但是我們不會在名詞前面加上不 不述不消息不賽求 比如說老師這不是廢話嗎 為什麼我要知道這個 原因就是我們必須要有一些客觀的準則 告訴我們名詞跟動詞怎麼樣找得出來 對吧 語言的本體研究它也是很科學性的 所以你可以去觀察它的分布 然後去理解它的行為 就是語言預句的行為 那當然漢語有漢語的特色 所以我們可以就我們的出發點去觀察 然後所以呢 有布跟F&A的那個測試 像名詞的話 術這個東西你就不會說術不術 對不對 可是你吃不吃睡不睡 這些都可以做A不A的 那科本有講到一個例外 也就是說 像有一些單音節詞 比如說像不人不鬼 不活人不死鬼 這都有點 雖然有點怪怪的 可是 能不能這樣子做啊 他活得不人不鬼 其實我是覺得有點怪怪的啊 但是事實上 這個句子它是沒有打星號 注意那個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語句或者是詞 前面如果打一個星星號 是並句的意思 就是不能這樣講的 那個語言是不能這樣講的 不是很重要的意思啊 然後 所以以不人不鬼這個來說 他不人不鬼 看起來那個人跟鬼其實是名詞 那為什麼可以加布對不對 那這是一種例外 首先這種 這種格式他能產性很低 就是少數的成語性的 他一定要是四字格 所以你不能說不人 他不人或是他不鬼 這都是不行的 那單一節的話他一定要 他不能說不活人不死鬼 大家打一個星號 活人死鬼那句應該是要打XX 在這邊 所以這個是要打型號 就是它是病 它是不能講的 客本號 好 然後另外就是 除了這兩個測試之外 就是跟詞綴的搭配 那我們說英文的動詞可以加時間標記 ED跟體能標記 ING等等 那 呃 名詞 英文的名詞可以加複數標記 還有了跟了 這種東西 了跟了後面一定是名詞 那漢語裡頭有哪些 很著名的就是了著過 動詞後面可以加了 可以加著 他看著書 他唱著 那還有可以加過對不對 這些也是表示 事件的帽 事件的體跟帽 那 這裡有個問 漢語的名詞組有哪些詞綴搭配 漢語可以搭配哪些詞綴 看一下 有什麼想法 漢語有什麼詞綴的搭配 問 問 問 對 有人說 呃 漢語的複數標記是門 就是 但是漢語的門跟英語的 呃 複數標記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是門只能加圓 對吧 你比較難說什麼 呃 樹門 草門 呃 桌子門 齁 這個就比較都不合 都不會合語法 齁 那 漢語裡頭沒有限定跟非限定的區分 沒有的跟耳這個區分 齁 也就是說他沒有定冠詞齁 呃 不過漢語裡頭有這那 跟剛剛講的量詞 量詞齁 那這樣詞通常是針對名詞族的語意來做選擇的 齁 也很簡單 呃 以前呃 常常有很多研究他是在做某種形狀的量詞 比如說 顆 粒 齁 一樣是呃 圓形的物體才可以做顆 一顆什麼 珍珠 一粒什麼 一粒 一粒米 這小的 一粒水地 那什麼時候用顆什麼時候用粒 怎麼去分 這個也有方言的差異啊 就是方言裡頭可以說幾粒西瓜 一粒西瓜 可是在 呃 普通話 國語 華語裡頭 粒是好像是比較小的東西 一粒米 你可以說一粒西瓜 然後一點台灣國語 對不對 一粒輪胎也不行 一顆輪胎也不行 他只能用general一個 對 那除了形狀之外 形狀還有很多種 一個是一圓的 二圓的 呃 粒跟顆是圓形形狀 但是他還有那種 疊線面 還有線性的 一根 一條 一隻 一隻 一隻樹枝 一根藤條 一條線 還有什麼 軟的 軟的 有沒有東西 軟的 條是軟的 跟一條繩子 它可以是軟的 但是它是線性 直線 對不對 知 等等 這是量詞的部分 所以漢語的名詞有哪些詞 最搭配 一般就是說 複數標記是像 門 那它的用法其實是跟英文很不同的 然後還有就是量詞 那有些是數詞加量詞 你借它的兵語 那簡單就是右邊這個名詞這個部分需要 那 呃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那個 能不能被 德加的修飾語來修飾 那我們現在看六跟七 六跟七 重新看一下 這裡一樣是報導 翻譯跟批評 那六的ABC是動詞的報導 動詞的翻譯動詞的批評 那七這邊是名詞組 那我們可以發現它一樣有同樣的現象 就是說 名詞組這邊它一定要用對來引接一個 兵語 所以翻譯小說 可是你要說對一部小說的翻譯 用在名詞裡面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 它可以加上的 可以加上這個的 來做 這個的可以來當作修飾語 就用紅色的 看到 這個的 然後整個的前面是一個修飾語來修飾批評 對這個研究生的批評 好 那現在我們要講一個 系統 我們大概區分出名詞跟動詞這兩個區分之後 那我們也知道不只是名詞跟動詞 我們還有其他的詞類 比如說量詞 那剛剛有講到這些 動詞 動詞也有相關的 比如副詞 或者是助動詞等等 那請問一下 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是 漢語裡頭有幾種詞類 有沒有 固定講一個數量 就是我們有幾種詞類 有嗎 你們讀過的那個 課本裡頭有沒有特別講到過 漢語有幾種詞類 看一下 課程網站 有沒有什麼想法 其實你覺得 漢語裡頭有幾種詞類 漢語裡頭有幾種詞類 不好說 數量不明 分類這種東西是 你永遠可以再找到一類 就是 你怎麼去做切分 這其實是一個 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事實上 你可以說一個語言裡面 只有兩種詞類嗎 其實是有可能 為什麼 你把所有類似於動詞的 比如說副詞 形容詞 通通歸類為一種詞類 這把這三種詞類 歸成形容詞 副詞跟動詞 當作是一種詞類 比如說像南島嶼裡頭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們可以加同樣的詞綴 所以他們這三種東西可以是同一類 那名詞 比如說名詞 跟量詞 跟數詞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類 那這個語言就只有兩類 可是當你說這個語言有八大詞類的時候 你是可以區分成八種 那究竟誰是對的 有什麼判別的標準 告訴我們說 告訴我們說某一個語言 它的詞類是有幾種 有什麼想法 看一下 就是我們的名單 星緣 要看那個地方 他們怎麼區別 因為每個地方應該是區別的那個標 區別的標準不一樣 區別的標準不一樣 那漢語啊 普通話 我們現在只講普通話的話 有沒有哪一個課本或是漢語語法的書告訴你漢語有幾種詞類 還是我們來數數看 漢語有沒有名詞 漢語有沒有形容詞 漢語有沒有覆詞 漢語有沒有 動詞 漢語有沒有量詞 漢語有沒有數詞 漢語有沒有還有什麼詞 助動詞 漢語 能 可 敢 後面可以加動詞的 我要去台北 去是主要動詞 要的是住動詞 他可能 不來了 可能 來是主要動詞 他可能 我來可能是什麼詞 他叫做抹太主動詞 所以用住動詞 藉詞 對 對 他對老師很有禮貌 對不對 就是在 翻成英文就是 he is polite to the teacher 那個to 戒詞 還有什麼 漢語尾助詞 漢語也很發達 ma ne a o 這種的 他可以主宰句子當中的語氣 你家的ma就變成 一文句 ne也是 對不對 還有什麼 句後助詞 豆是什麼詞 結構主詞 他家修士語 有很多人說 通常主詞就是 你很難區分他是什麼詞 叫做是主詞 但很 很確定的是他一定是 虛詞 他是工程詞 他不會是詩詞 對吧 好 有沒有連接詞 相對於and 和 與間 對 我和老師是好朋友 而且 這種句子型詞 像動詞組 跟句子型態的 他很漂亮 而且很用功 連接著兩個形容詞組 所以連接詞 它是什麼 除了連接詞 代名詞 像10種 我們如果這樣列的 如果是 列舉式的去想 就可以有10種 有沒有可能 你去看影片 預料裡面 還會發現更多 可能極有可能 程度複詞 比如說他高 你不能講他高 你必須講他很高 很是什麼詞 非常高沒有問題 那是有程度的 他很高很高 他很高的時候 這個人 高不高 那你說張三很高 他有多高 180 還是160 180 可以說他很高嗎 180 那他非常高 有沒有比很高更高 幾公分 199 在那個時候他非常高 那他高呢 我們不能講他高 那是另一句嗎 可是我們可以用對比的形式 比如說他高 我矮 對吧 不用很 那他高我矮的時候 他幾公分 我現在在講程度複詞 非常極 極高 很高 這種字寫的 他算不算一種詞 類啊 如果要把他算一種 啊十一種 你用列舉式的 很容易有個問題就是 沒完沒了 你突然又發現了一個詞 你就說他一個新的詞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因為他可能 behavior 他的行為都跟其他不一樣 比如說 副詞有非常狠 慢慢的 成那個動作副詞 比如說 他跑帶 跑進教室 你可以說他慢慢的跑進教 他慢慢的是什麼 你說壯語 對 語法功能是壯語 這是什麼 副詞 那這種副詞跟剛剛講的很 非常極 有一樣嗎 好像不一樣 他修飾了 程度副詞修飾的是形容詞高 但是慢慢的修飾是動作 跑步 要慢慢的跑進教室 那這樣就要分兩種詞類嗎 太難了 到底有只種 如果要列舉的形式沒有完沒了對不對 那課本裡面引接的一個系統 我們叫做feature system 真性 我把它翻譯成真性 什麼是feature system 意思就是說 我們用 一個feature 一個特徵 來表達某種屬性 都可以不用去列舉所有的詞類 我們只要用這個特徵 符號座的系統來描述類別 就好 為什麼要這樣 其實 分類這種東西很簡單的分類就是 二元分類 比如說自然數 數學裡頭的數字 1 2 3 4 5 自然數 跟-1-2-3-4-4-5 它唯一的差別在哪裡 一個是正數 一個是負數 對不對 所以最簡單做區分的就是二元區分 那這個課本裡頭提到的這個feature system 這個真性系統 它用了兩個符號 一個是N 一個是V 為什麼我們剛剛講 每個語言都已經有名詞性成分 也有動詞性成分 那我們只要來看哪一些成分是非常屬於名詞性的 特色 它有名詞性很多的特色 我們就把它叫做是正N 那有動詞性成分 我們就用這個V feature 那你說老師這個 為什麼這個feature上面 要有加號、減號 這個叫做Binary 二元區分 就像剛剛講的數字有正數跟負數 最簡單對一個東西做區分就是正負兩極 好,那所以比如說 我們說 有一類詞它 它是 像剛剛那個報道 這裡看到的例子 報道 翻譯批評這邊 它需要用對來引介它的兵語 請問它是比較像名詞 還比較像動詞 比較像名詞 對不對 那動詞是直接在V的後面加上它的兵語 所以呢 需不需要用介系詞來引介 這是一個V跟N的區分其中一種 那我們就來說 如果呢 你當你檢驗到這個語詞 在這個語言裡面看到這個詞 它是需要用對或其他介系詞來引介的時候 我們說它是比較像名詞 對 所以它是正N 那直接可以接兵語的我們說它是副N 那V的這個Feature呢 如果呢 這個 這個成分 它是直接可以當劇中的衛語 也就是它的語法功能 比如說 漢語的形容詞也可以當衛語 比如說它漂亮 漂亮是什麼 漂亮是動詞嗎 不是啊 它是靜態的 所以 而且要加痕 可是它可以當衛語嗎 可以啊 主位結構它很漂亮 沒有動詞 這個語句沒有動詞 在英文裡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有is B動詞 我們漢語沒有 不一定 所以這就是可不可以當衛語 那這就是不能當衛語 然後這個就是需不需要介系詞 來引介一個兵語 假設呢 我們設定兩個這個真性的區別的話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詞類分成幾類 四類 為什麼 正N 正V 正N 負V 負N 正V 負N 負V 負N 對不對 我們有兩個feature 兩個真性 然後每一個真性有兩個字 所以有四個 可以區分四類 那如果我們覺得N跟V兩個feature不夠 我們要再多一個feature好了 假設我們叫做A形容詞的時候 然後形容詞的也是最簡單的就是二元區分 請問這樣可以分幾類 8 為什麼 再乘以2 8 8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三個feature來區分8類的東西 那我們去不去要用列舉方式 不用 我們用這個系統來捕捉 它有什麼好處 這樣區分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我們不用剛剛那個條列式 就是它有名詞動詞形容詞 第一個你用條列式沒完沒了 不知道區分幾類 第二個是這個可以捕捉 詞類的共性 比如說V這個它的判別條件是是否可以當位 所以呢 形容詞跟動詞都屬於正V 它是 你就會捕捉到形容詞跟動詞的共性 在漢語裡 對吧 那 需不需要用介系詞引介 一個兵語 介系詞後面一定要加NP 如果介系詞的話 那請問介系詞它是正恩還是符恩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討論好了 我們先看我們剛剛檢驗過的動詞跟名詞 所以你這個表格來看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只區分動詞跟名詞對不對 我們說報導翻譯批評 有的是名詞的有的是動詞的 那當動詞的呢它就是正V-N 那當名詞就是正恩負V 為什麼 因為它需要介詞引介兵語 而且呢它不能當位語 可是動詞呢可以當位語 可是它不需要介系詞來引介兵語 它直接加兵語就可以了 可以嗎 所以我們以後就不用說 喔這個語言裡面有一個動詞咧 不是它就是正恩負V 喔對正V-N 那另外一個語言裡面也有這種屬性的 它也是正名負V-N 那你就可以捕捉到它的屬性 而不是只是列給它一個名字而已 對吧 有道理嗎 而且它不是不會太powerful 什麼叫太powerful 我們剛剛列舉的 我要列舉100種都可以啊 我每一個詞我都把它分一類 可能是一種魔胎出動詞 但是感是另外一種 能是另外一種 會是表示間 又是另外一種時間主動詞 所以你們看很多語法書它會 比如說光注動詞 就有好八種注動詞 對不對 或是聚墨注詞 就有四種聚墨注詞 為什麼 比較疑問的 比較驚嘆的 驚嘆注動詞 疑問的 那沒有沒料嘛 那重點是什麼 其實我們對語言的了解 重點是它的屬性 如果我們有這個真性的那個 我們可以捕捉它的屬性 我們不用用那麼多 那麼多名詞去捕捉它 對吧 很好 那方位詞我想先跳過 方位詞有一些特色 它是跟名詞有關係的 它的地位不一樣 我想先講講形容詞 比較重要的詞類 跳過來1.1.3 那剛剛有講漢語不需要細詞 就可以擔任 讓形容詞擔任這個畏語 對不對 細詞是什麼 對 沒錯 我們所謂的那個 B動詞 對不對 這個是那個 英文做 英文那個 語法的老師 他可以說是B動詞 那事實上 比較專業的 名字叫Copular 或是細詞 那我們不需要細詞 就可以讓形容詞 只擔任畏語 因為像英文裡面你要說 She is very beautiful 或是 She is smart 加上形容詞 可是我們不需要 但必須加上很 那這就 這就 那個 那 怎麼樣判別這個漢語裡頭的形容詞 這很簡單 就是它在當主要畏語的時候 前面必須加很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說好 我們知道漢語裡頭 可能會有像形容詞一樣的東西 請問一下 怎麼偵測它 我們剛剛 動詞有一些偵測嗎 加否定詞 或是能不能A那A 形容詞怎麼樣 形容詞有沒有集物形容詞 還是它都是不集物動詞 不集物位語 它有沒有加冰語的可能性 看一下28A跟B講義的28下面有集物性的地方 它對這個結局很不滿 不滿它也必須加很 才可以當作這個句子裡的主要畏語 對不對 這句子裡面沒有動詞 它只有形容詞當作主要畏語 它很不滿 那不滿什麼 不滿這個結局 這個結局是它的邊緣 那它需不需要用對 要啊 你必須說它對這個結局很不滿 你能不能說它很不滿這個結局 欸好像也可以 我是可以的 對 那如果比A跟B的話 哪一個比較好 它對這個結局很不滿 用對 還是用它很不滿這個結局 語感這樣 語感大家都可以發表 不用 那異君 異君 這兩個語感你覺得 為什麼吐大氣 你不是這麼無語者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兩個都會生脫 兩個都會自然語氣 這樣都可以自己講出來 也沒有比較好跟比較不好的差別 感覺上面比較好一點點 A句比較好 就是像說如果在寫文章 其他書有同意嗎 所以課本上語感不要適安法 不要下句 下面那個句子是兩個問號 它很不滿意這個結局 是有兩個問號 就是比較 不是那麼好的句子 好 那如果是這個對比的話 請問一下 在這一點上 形容詞是下 它的 NV 確定是正恩還是負恩 正恩 正恩 因為它跟名詞一樣 需要用對來接它的並語 對吧 好 那另外一個測試是 我們叫做重疊 重疊構詞 構詞其實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我們剛剛講那個 動詞可以做 NNA 比如說喜不喜歡 可是樹就不能說樹不樹 人不人鬼不鬼 那形容詞有什麼可以判別 這個是一個常常被講到的 形容詞跟動詞的區分喔 通常就在構詞是ABAB型 或者是AABB型 什麼意思 你可以說檢查的 這個叫小稱嗎 小稱就是意思沒有那麼強的意思 你檢查東西可以說 你檢查檢查 意思就是說程度比較輕的檢查 所以它是ABAB型的 ABAB型就是檢跟查是不同的字 檢查檢查 可是乾淨的話 你不能說乾淨乾淨 你必須說乾乾淨淨 那典型的形容詞 通常是做AABB型的重複來做小稱 典型的動詞 是做ABAB型來做小稱詞 所以計畫 你可以說計畫計畫 但你不能說計計畫畫 所以計畫通常會被認為是一個動詞 這是動詞跟形容詞 在漢語裡頭做碟字詞 做小稱的時候 它的構詞區分 那如果用這個區分來看的話 看適合跟合適 這個工作很適合你 首先就是這個適合可以直接加冰語 適合某某人 你不用說對你很適合 你就說很適合你啊 對不對 這個工作很適合你 所以它其實是比較像動詞的 可是呢 你如果用構詞你要怎麼做 適合 是適合合還是適合適合 都不行啊 那合適呢 首先很合適 能不能說很合適你 不行 一定要用什麼 對你很合適 所以適合跟合適哪個比較像 名詞啦 那個n feature 和適比較 像名詞 它是正恩 對不對 適合是不恩 好的 那重複構詞 好重複構詞 這個可能不典型 適合適合 適適合 適適合 適合適適 適合適適 適合適 適合適合適 適合適很好一點 比適合適適好很多 但這個不顯著啦 但至少適合跟適 我們看它能不能接冰 我們可以知道它比較像是 名詞性成文和比較像動詞 所以適合適合顯然 不是同樣的詞性的東西 對不對 好 再來明白 明白是動詞還是形容詞 首先你可以說它明白這個道理 直接加 並於 它對這個道理很明白也可以 那怎麼辦 因為看起來這個n feature的區別 它也可以正號也可以負號 對不對 它也可以對什麼很明白 但是音樂可以說很明白這個道理 有人覺得34的b句比較差的嗎 沒有取分 有取分嗎 好 但課本上標示是兩者都可以 那請問做重疊構思的時候怎麼辦 明白是怎麼樣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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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a跟b它應該明白明白這個道理 它應該去理解這個道理的意思 它應該明白明白這個道理 直接加平均的時候 然後 根本標示是b句比ag句差 所以b句是b句 那如果是它的標則是對的話 其實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直接加並於這個道理 對不對 那它對這個道理明明白明白 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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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對這個道理明白明白明白 好 對吧 所以如果是 我們來檢驗明白的話 它到底是 這個形容到底是不是像動詞 你會發現35a跟b這個對比告訴我們 它比較像動詞 就是它是正理feature 要直接加冰語 對不起 是-nfeature 要直接加冰語 不用加對 可是呢 36ab 卻告訴我們 它要用對 對吧 所以那個 我們有一些客觀的判別準則 去看這個詞內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知道說 不是看它的整個詞 因為你明白 你很難 我問你說明白是什麼詞 應該也很難講得出來 那可是 這本課本裡頭 告訴我們有一些構詞的queue 構詞的特徵 或是有一些 句法上的分佈的特徵 可以讓我們去區辨它 那還有這個aabb的問題 abab跟aabb的問題也有 比如說叫嚷 叫叫嚷嚷 逢補 逢風補補 來往是來來往往 那我們說aabb型 通常是只形容詞 跟動詞的區分是aabb才是形容詞 可是這邊aabb看起來又比較像動詞 對不對 因為你不能說 它縫縫補 你說它縫縫補補這件衣服 還是你要說它把這件衣服縫縫補 用介系詞在前面 但是這不是用對是用把 所以像41它把這件衣服縫縫補穿了很多年 可是它縫縫補補那件衣服穿了很多年 是怪怪的 那以41這個對比來說它需要介系詞來迎戒 一個兵譽顯然它是一個正恩feature 也就是比較不像動詞 對不對 然後還有就是狠跟是的問題 剛剛講到那個漢語的形容詞裡頭 我們沒有copy了是 但是我們必須要用狠 比如說你很愛他 他很感謝大家的幫助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可是有時候用是 比如說他是英雄 他英雄就不行 他很英雄 你說他是很英雄也不行 那以這個來說 那個是如果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copy 但很多學者認為不是啦 所以38a就是有點類似於英文的 形容詞的用法 那39a是典型的 漢語的 它用很 那很多學者會認為形容詞 它其實是動詞的一個種類 原因是什麼 因為形容詞有時候 形容詞要加狠 可是它不需要細詞 所以你可以說他很英雄 你很愛他 在下課以前我們回到這個表格 我們剛剛講說我們有兩個feature 我們先不管這個epicule 剛剛是在devil給大家看說 在一個system我們去設計的時候 需要有幾個feature 那現在有兩個真性 n跟v 我們說可以區分四類 那至少我們可以找到 它裡面四大詞 那名詞已經找到了 它是正恩-e 動詞找到它是-n-e 那請問形容詞是哪一個 還有兩個 空軟 首先 看n feature 它需不需要介系詞 解並語 所以它是正恩 那它這邊擔任主要位 在漢語裡頭是可以的喔 英語也是不行的 所以在漢語裡頭 正恩-e 它就是形容詞這個位 好 那我們下一個休息時間 我們等一下回來找找看 正-n-e 是哪一種詞 好 回到剛剛的 第二頭影片這邊 我們說 我們用兩個feature 兩個真性 來 用 用兩個真性 然後讓兩個真性 分別都是binary 都是二元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區分四個種類的成分 那詞類的數目呢 我們不但可以捕捉它的共性 然後也可以知道 這個語言當中有哪幾類詞 所以名詞我們說是正恩-e 動詞是負恩正-e 那我們剛剛說形容詞應該是這個 打中喔 所以形容詞我們說是這個類別對不對 認證 為什麼 因為它 形容詞 需要 用對來借它的兵語 然後呢 而且呢它可以當作主要尾文 在漢語通 所以 第三類詞就定位出來了 那最後一類詞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介系詞 那 科本有講說介系詞是漢語裡面定義的 比較不完善的詞類 原因是因為介系詞的 它的來源 這個歷史來源通常不是我們當代漢語 現代漢語來去 語法上去一個考究的依據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去了解它 因為語言都會做演變嘛 那大部分漢語的介系詞其實本來都是動詞 那我們知道動詞是屬於開放性的詞類 也就是說它可以造新詞 你可以有新的動詞進來 那有些動詞呢 當它虛化變得比較像是功能詞組虛詞的時候 就會變成介系詞或者是助動詞 那漢語因為沒有詞 所以語速來標記動詞 那當然助動詞也沒有 介系詞也沒有 對不起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 一般介系詞的話 後面會加一個名詞 形成介系詞組 在句子當中 那漢語裡頭呢有這五類 這邊寫四類 它寫是五類 把背通常 你們這本課本如果讀到把字句 背字句你會發現把背其實被當作主要動詞 所以其實大部分就這四類 知語這類 as for 關語 或是從 或是給 像 這類 第四類是比 比字句 比字句也是很有趣的 比字句 那 四十二當中這四類 它的特色是這類詞都不可以憑藉其他語書 直接引介名詞在它的右側 所以介系詞跟動詞一樣它是-n 為什麼 因為n的判別準則是什麼 n的判別準則是能不能 需不需要用介系詞 再加它的名詞 它的兵語 對不對 那介系詞本身後面就直接加兵語 所以介系詞不用再加一個介系詞再加兵語 所以它是比較像動詞 也就是說它不需要其他成分來幫助它引介它的兵語 它自己後面就可以加兵語 在這一點上它是比較像動詞 也就是n feature的區別應該是-n OK 那四十三這邊呢有做這個 它的behavior 它的行為 這四類動詞 這四類介系詞的行為 那它的表格是整理在這邊 這邊打錯 這應該是四十二ABCDE 不是三十二 那意思就是說 像關於這類的介系詞 然後當然後面會有見一個名詞 它是可以當作主題話題 放在句子主語的前面 所以你可以說關於這件事他們已經討論過了 可是BCD這類都不行 從那裡給班裡的人比你都不可以放到主語前面去 所以在三十二A這個 它主語前的話是可以的 其他都是不行 打叉叉都是不行 那可不可以做儀位 儀位 因為漢語的儀位有兩種 一個是移到動詞主前 一個是移到句首 像剛剛的那個主語前就是一種話題 那有些人說話題是本來就是深層那 也不是從後面移過來的 那有些說它是從後頭移過來的 那不過比較客觀的很是 是賓與前置 賓與前置就是像比如說 他看這本書 這是這本來的句子 那這本書看了 看的前面出現這本書 他這本書看那本書沒看 這個叫做賓與前置 他要把賓與移到動詞前 那下次就是一種儀位 漢語有兩種 一種是話題 一種是賓與前置 賓與前置也是很有趣啊 千兩年寫了一篇 那儀位的部分就是 ABC 關於同給 他是可以做賓與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那個 B句他從那裡帶回很多 他可以把從那裡移到帶回的前面 他比你經驗豐富是當然是可以 比你 比字句比較特別喔 比喔 你到底要不要把它當作介系詞 大家可以看那個43D 那個句子他比你經驗豐富 他經驗豐富嘛 那比是什麼 有些人說他是輕動詞 輕動詞 我們現在如果不知道他是什麼東西 之後 在看課本的時候會看到 那有些人說他是介系詞 那有些人說他是助動詞 介系詞的特色是什麼 介系詞的特色是 他那詞加上名詞以後 他可以移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說英語典型的啦 英語的to you 你可以比如說to you he is very impolite 他對你很不禮貌 你可以說he is very impolite to you 對不對 就是他可以move around 這是介系詞一般的特色 那漢語裡頭也是 大家可以看那個表格有講說他的特色 那最後一個就是是否能夠擔任位語 那我們會發現只有這個c就是gay 可以當作位語 那給當作位語一種是雙兵句裡面 那一種是叫做蒙獸語意 比如說他給我這本書 那是雙兵句 他就是主要唯語啦 他給我這本書 就是主要動詞 這個句子的主要動詞 他給我這本書 那剛剛跟我講的那種蒙獸語意就是 他居然給我跑了 他跑了是這個本來的句子嘛 跑是主要動詞 他給我跑了 那gay這個沒什麼 是雙兵句子嘛 他的語意應該是說他跑了這件事情 然後I suffer from 他跑了 我蒙獸一個世界是他跑了 而且他跑的是跟我相關 比如說我是獄族 我是監獄的看守人 對不對 然後那種 那個犯人居然給我跑了 這個時候犯人跑這個世界會影響到我 然後我就蒙獸這個世界 那這個時候的gay他給我跑了 有人說他是一種動詞 像雙兵句的動詞 也有人說他是像解析子 所以這邊可以擔任位語的唯一的就是 對不對 42c 那其他都是不行 你如果要把關於或者是比或是從 當作主要動詞 句子的主要動詞都照不出句子來 對不對 他從台北 話沒講完 一定要他從台北來 主要動詞要出來 對吧 好 那這是他的分佈 就是四類介系詞的分佈 語法分佈 還有語序 剛剛語序講這個就是32a 這只有a可以在動詞前 然後bd是在 b到底都在主位之間 一味測試這個做完了 當作當動詞使用 46這裡 我們的會議 他從南方 他給了我一把劍 他把貴重的是 那個把跟從跟關於 他都不可以當主要動詞 只有46c給而已 那是雙兵句的情況 那單人複雜位語的 第二部分給再項是可以的 比如說他借給我一本書 其實主要動詞是借給 那給是複雜位語的其中一部分 借給我一本書 對吧 然後呢 呃 呃 在也是ok的 不知道位於在有什麼的例子 他 他躺在我胸口 這個在是介系詞對不對 可是他是躺的第二部分 去向動詞也是 那像也是 好 這就不知道的例子 好 所以介系詞來說 他的特色 我們剛剛講過 他跟動詞一樣 他直接後面就接兵語了對不對 所以N feature他是負的 為什麼 因為他不需要其他身份幫忙 他直接接兵語了 那介系詞能不能當作主要位於 剛剛我們稱言過啦 那個表格 只有給可以當主要位於 大部分都是不行的 對吧 所以呢 因此他的V feature是正還是負 是負的 對吧 所以 剛好完美喔 我們剛剛的表格 全部都完成了 四類 看這裡 結論的地方 先看上面那個表格 詞詞類的N feature V feature 我們用兩個增性 兩個feature 而且是兩個binary feature 兩個二元的增性 就可以區變出四類的詞類 然後我們也直接在 漢語裡頭 identify 辨別出 名詞 動詞 形容詞 介系詞 這四大字類 對不對 那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這四S其實都是實詞啊 這漢語裡面其實虛詞很豐富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我們現在有兩個feature已經完美啦 然後又是二元的 但是我們有一些虛詞 所以怎麼辦 我們剛剛講說如果要區分更多類的詞 有一個方法是把這個feature多加一個feature 多加一個feature 可以從四個變成幾個 八個 所以可以多出四種詞類 這是第一個做法 對嗎 是 你們覺得這樣做給嗎 那問題就是多一個 多一個是什麼 要多什麼 而且這個東西是要有判別準則的 像這個一樣 就是說你可以知道它是二十為正 和十為負 也不是隨便說去第一個這樣子 對吧 大家同學 同學 讀過那個文獻 你們覺得這樣子 如果要多加一個feature的話 會是什麼feature 那它是二元嘛 因為它是二元的話 就會變成八種類 那你覺得多的那個會是什麼 還有那個feature要怎麼辦 嗯 晚君剛剛還沒講 晚君 是嗎 嗯 你覺得 你的想法也可以啊 或是你看課本 它怎麼說不出 因為剛剛好像有提到是 詩詞 嗯 可以在一個詩詞 嗯 很棒 你看過書了 哈哈哈哈 我們通常 這個在這個地方 課本的做法 它不是加一個 binary feature 不是加一個二元的真性 對不對 那因為呢 這四類 我們發現都是詩詞 但虛詞呢 我們發現有大於四類 所以呢 我們 只要再加一個真性 但是那個真性不是正負號 因為加了正負號之後 你必須第一個 一個要有區別的依準 你要把虛詞分兩類 而且要判別準則 嗯 分四類 分四類 而且要判別準則 而且要跟這個有關係 對吧 那更簡單的做法是 我們加一個feature 叫做 Fn Fn Fn就是英文的functional category functional category就是虛詞 好 好 我們就再來那個虛詞 那這個虛詞啊 因為漢語虛詞 虛無飄渺的東西 大對 什麼結構註詞 連詞 聚墨註詞 助動詞 摩太詞 我們剛剛都列舉過嘛 所以它可見它不只十類 那如果我們是讓它有正負詞的話 它就一定要是四類 而且必須跟這個發生關聯 因為每個都是正負一 然後再加一個FA 政府這樣 那它的做法就是 它不是binary 這個feature不是二元的 它是可以functional 1 functional 2 functional 3 functional 4 functional 5 也就是說 在非虛詞的範疇 我們就直接編1號2號3號4號5號 我們不是二元的 就不是政府 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 虛詞可以很多種類 而且它通通這些種類都有一個共隙 就是它是fn 正的 那這一邊這個就是fn負的 它一樣是二元 但是fn裡頭是有多種類 OK 那這個能不能捕捉到現實 那當然它寫在課本裡 當作答案內可見 它的確是比較捕捉到現實 因為如果只有兩個類的話 其實是只有四個可能性 好 那我們看一下虛詞這個部分 漢語的虛詞 好多種喔 對不對 我先唸一下這個好了 以真性為本的詞類理論 這個剛剛我們八的區分 它的優勢是可以捕捉一類成分的語法共性 比如說名詞跟形容詞 它都需要介系詞來接名詞 所以它有相同的n feature 它有相同的n的真性 好 那不過這樣的分析的缺點 是兩個真性加上兩個標值 最多只能區分四個種類 好 所以我們已經有名動形界 那這樣子的區分顯然是不夠 好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1.2.1這邊 我們設一類詞類叫做虛詞fn 而且這個fn它的值是大於等於0 所以你可以fn1,fn2,fn3一直往下 那傳統的時虛詞之分對應到本書 它叫做功能詞組 所以叫fn 不過我們偏好用時虛詞來講 所以講中文我們還是講時虛詞 那唯一比較不同的 在跟傳統的分類不同是 你如果去讀傳統語法書的話 介系詞是被定義為虛詞 介系詞是定義為虛詞 在我們的課本裡面 介系詞被定義為虛詞 四類的其中一類 那以前有學者 這個grimshaw他是其中一個 他建議在n跟v之外 我們可以再加一個fn 那他就表示功能性 那他的值是大於0 因此可以有f0 也可以f1,f2,f3 那f1,f2之間的差別在是 你數字越大 他就離領越近 他的時虛詞的區別就會更虛 他就是一個更虛的詞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看 顯示漢語的華語的虛詞 我們首先看量詞、定冠詞跟數詞 這種在名詞組裡頭可以看到 量詞的名詞性來源是廣為接手的 大部分的那個 現在我們看到的量詞 個、顆、粒、條、枝、朵、匹、馬 匹的匹 他本來就是匹馬 然後還有什麼 一張張紙 張他你看那個構詞 公跟長 所以他本來是公 拉開公的那個平面 就叫我長他這個名詞 只是後來他變成了量詞 就變成一張紙 那當然是講平面的東西 那所以量詞的名詞性來源是無庸置疑的 那他因為經過文化過程 只有由詞變虛 一般的詞類的演變是詞詞變虛詞為多 很少是虛詞變詞詞 我們剛剛講的 那詞詞他是開放性詞類 所以當詞詞變為虛詞的時候 他原來的gap 他原來要描述的那個語意的空間 就可以有新的詞來遞補 所以這是一個歷史語法化的一個歷程 所以除了名稱之外 事實上量詞並不是詞詞 他比較像是由名詞虛化之後的功能詞 就是他是虛詞 那他的語意也比較淡化了 那數詞的話 點心的數詞比如說 一二三出現在量詞之前 這個大家知道 那還有就是漢語裡頭沒有那個 determinant的跟額 但是我們有這跟那 那這跟那通常是把它放在跟名詞相關的一個字 那也有人說他是determinant 他是定冠詞 標示他的代號是d 不是名詞 但事實上我們認為他還是跟 呃 定冠或不定冠的區分是有差 因為漢語裡頭是不區分的跟而 不區分定冠跟定詞跟不定詞 那這跟那他是有方向性的 那有些人說他是代詞 也有人說他是指示的冠詞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看到的四類明、量、數、定 我們用F0、F1、F2 這裡可以標註他 然後呢 他的n feature跟v feature 都會是跟名詞一樣 為什麼 欸他本來就是名詞來的啊 他就是名詞一類的虛詞 對吧 虛詞裡頭有很多不同的分類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 數詞、量詞、定冠詞 這種詞 這些詞他都是跟名詞比較相關 所以他的後面的nv feature 都是跟名詞一樣的 只是他的虛化程度不同 把他標F1、F2、F3 那F0就是名詞 可以吧 那為什麼把他當作是名詞相關的虛詞 因為跟動詞相關的虛詞是助動詞 比如說應該可能 他應該來了 他應該讀書了 讀書是主要動詞 可是應該是助動詞 像這種 魔太助動詞 那或是什麼 聊著過 這種 跟世界有關的 我們就會把後面的那個標記 是跟動詞有關的 OK 好 那下面是剛剛我們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就提到過的時需的區分 OK 那我們現在再回到剛剛的表格裡頭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表格裡頭 如果我們多加了一個兒詞的feature 表示虛詞、公衡詞組的話 那量詞跟... 量詞這個是跟名詞有關 所以它是正N負V 然後它是公衡詞 那你如果細看下面還有量詞跟數詞的區分的話 這個FN會標1、2、3、4 OK 好 那你說老師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跟名詞有關的虛詞 有沒有跟動詞有關的虛詞 當然有啦 題貓標記、古語言詞跟句莫助詞 它是跟世界有關的 題貓標記比如說了、著、過 它在歷史上它是一種動詞 就是以前它其實是實詞動詞一樣 是經過虛化、語法化來的 那只有過它是主要當主要位語到現在還是 比如說你可以說張三過得很好 老師過得不錯 他來了台大以後過得很好 對不對 他可以當主要的位語 那另外這些詞其實它不是實詞 因為它的語意比較虛無 所以我們也叫它做功能詞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題貓標記 是aspect的意思 英文aspect 就asp asp不要f1 然後它的nv feature是-nv 因為它是跟動詞有比較像的 那第二種跟動詞有關叫補語言詞 complementizer 簡稱comp p complementizer 是什麼 在英文裡面就是that weather 齁 英文裡頭 you know john fink 跟動詞 對不對 that 所以後面可以加一個詞句 那有沒有講問that是什麼 或是john wonder weather wonderweather very smart 對不對 後面加詞句是疑問的詞句 這是肯定的詞句 再來可以跟weather是什麼 再來英語的語道 我們叫做complementizer 符語言詞 為什麼 因為它後面有接一個符語詞句 然後它連接一個符語詞句 所以叫符語言詞 那他語詞有沒有這種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認為 李氏很聰明 認為後面直接就加一個子句 李氏很聰明 讓他們符語言 有沒有符語言詞 米蘭語有 有沒有米蘭語的使用者 慶子嗎 你說米蘭語嗎 我說 那誰說米蘭語 你們有誰說米蘭語 林真 大米蘭語裡頭 我說米蘭語裡頭有補語連詞 你覺得是什麼 會不會要一個子句補語嗎 對不對 然後連接它的 台灣國語的意思 其實 就是 說 我說 我想說 他很聰明 我想說 老師今天不會來 老師今天不會來 我想說 老師今天不會來 台灣國語不是也會講一個說 我知道說 他昨天平台 薩克 是不是很害啊 對不起 那個說 他就是 其實就是補語言詞 為什麼 因為他後面接一個子句 所以 他引接 大句子 他在大句子當中 引接一個小句子 當他的補語 叫補語言詞 C1P 接下來一種 跟動詞有關的是 他人有非常發達 聚墨柱子 聚墨柱子 聚墨柱子至少有兩類 高跟低 而且聚墨柱子可以合搭喔 比如說 漢語的媽把呢 他標記著 跟主語有關的言談功能 把它記作 正N 正V-N跟FN 那 媽是什麼意思 去台北 去台北媽 變成疑問 58這裡有例子 你們走吧 imperative 就是起始句 你走吧 要你走的意思 他去過嗎 這是 interruptive 這是疑問的意思 Yes no 是非問句 你會回答說 他去過嗎 是啊他去過 或是沒有啊他沒去過 那 有媽跟沒有媽的差別 就在還是指數句或疑問句 那呢呢 是疑問詞問句 比如說有誰 寫這一張呢 那你會回答說 張三寫的啊 老師寫的 也是寫的 對吧 這些媽版呢 他是 聚末住詞類 其實 他有的聚末住詞喔 很豐富 比如說O是不是 老師今天有出作業喔 你回去要記得寫那個O是什麼意思 有有 講不出來 虛實本來就是會有這種難處啊 就是既然他是虛實 表示他的語意本來就是虛無妙妙 對 但是應該大家跟那個 學華語教學還是華語本體還是有一點點sense 可以可以直說沒有關係 可以直說沒有關係 心圓 覺得 語氣 O 老師今天有出作業喔 這個對你看 原家 原家 他怎麼了 他上次有來嗎 有 男生請他跟同學補助那個 剛剛庭政已經講過了 還有誰 剛剛都沒有講過 誰 剛剛今天誰都沒有發言 都有發言 豬名嗎 你覺得 這個對你可能覺得 O 你覺得是什麼感覺 老師今天有出作業喔 你再不寫 可能會被擋掉喔 O 嗯 搶掉 Reforce嗎 加強嗎 還是out of expectation 跟期望不一樣 吸塵 你覺得 O 更弱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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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老師今天有出作業 感覺比較強硬 簡單的statement 點到成熟 如果老師今天有出作業的話 好像 我跟妳的關係也比較近一點 表示我跟你親密 嗯 有點裝可愛的感覺 好像女生比較會常用對不對 男生就說 老師今天有出作業 喔 好像怪怪的 還有什麼 阿呢 老師今天有出作業啊 理所當然的感覺 對啊 他昨天 他昨天都沒睡 因為今天要交作業啊 對不對 大家可以去那個 系列 那有一些 聚墨助詞他可以併用 比如說什麼 一個高一個低 問一個問題啊 在這之前 併用之前 得算不算 他很聰明的 得是聚墨助詞 他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 他是 他是很 老師是很公平的 是嗎 是聚墨助詞嗎 那如果不是 他是什麼 有辦法分類在我們 既然定一到的 之類 顯然他是功能類的 不會是實實 然後他跟靜態位於搭配 就是他很聰明 你不會說 招三達里斯德 你會說他很漂亮的 他得是聚墨助詞 他得是聚墨助詞 有人說 他可能跟是的結構有關係 比如說 他是很聰明的 他是很聰明的一個人 所以這個 他是很聰明的 一個人不用講 因為他是很聰明的 人 他懂 他懂這個意思的 是聚墨助詞 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 那個 那個 光詞類 大家會覺得說 漢語的詞類這種東西 好像是分類 詞的分類很基本的東西 隨便看一個語檔 之後他就會發大聲 跟什麼 但其實你要想 找一個期末報告的題目的話 其實都還是有很多 有序的題目可以去解 比如說 德是什麼 他怎麼說聚墨助詞 因為他的位子是聚墨助詞 他不是一個句模組 他跟什麼句式是有關係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邊有講到啦 就是引介德 德還有一種大部分的功能是 他在前面可以加一個NP APP或者是一個詞句 成為一個修飾語 所以德常常出現在XY的構式當中 其中X是名詞組 形容詞是AP 然後記憶系詞組 是詞句 介憶詞組或是詞句 比如說像59這些例子 這位學者的觀點 這位學者是一個名詞組 十分誘人的條件 十分誘人是形容詞組 關於戰爭 關於嘛 所以就是PP囉 是介系詞組加上德 我去國外的理由 我去國外是一個小詞句 所以這些東西只要加上德 他就可以成為一個修飾語的功能 來修飾名詞組 OK 那我反正講的那個的跟這個有沒有很關係 他沒問題的 這個的 聚墨的 是不是應該出一個作業 大家可以想一想 好 結束了這個動詞相關 我們可以說 以那個體貌標記為例子 那他還有補語連詞 還有那些 屈莫助詞 都是這一類 就是說他那個 他是功能詞組 然後他是跟動詞有關 所以他是負人正名 好 那一樣我們這四個 這個是跟動詞組有關 這個是跟名詞組有關 那這兩個 在課本裡頭 他把補語連詞 當作是跟介系詞有關 原因是因為這個 在頭後面可以接一個詞 許家的功能跟介系詞很像 那介系詞我們知道是負N負V嘛 也就是說 他不需要其他東西 他就可以引接一個 冰語或是衛語 或是補語 不對勁 冰語或是補語 所以他是負N feature 那他呢也可以當作主要衛語 所以他是一個負V feature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C當作是這一類 那有人就在講說 那我們剛剛identify 的 是算結構連詞 算不算是這一類 因為只剩下這個空位了 對吧 只剩下正N正V 正N正V我們說是形容詞 那形容詞的功能是什麼 修飾 那 的 加上他的前面 我們剛剛講 加NPVPAV 它也是當修飾語 所以的 是不是該放在這裡 你們覺得 如果可以分析是剛好完美 就是每一種類我們都找到一種 虛詞來對應 對不對 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叫做理論內部的考量 那理論外部的考量是說 我們看到它的分布 的確它就是像動詞 所以我們說它是正V負N 可是理論內部的考量是說 我們現在用一個機制把它分類分成八類 可是剛好有一類沒有 所以我們把那一類就併到這一類去 這樣子可以讓整個system完整 整個system很漂亮 這就是內部考量 就是說為了讓理論精簡 讓理論看起來是完整的 合理的 這是理論內部的考量 那你們可以去想想看得 是不是屬於這類別 如果是的話就很完美了 我們今天的結論就是 四大詞類我們用兩個二元徵性來描述它 然後功能詞組就多四類 那當然我們知道虛詞就是 還有很多很多啦 包括我們剛講的那個模太主動詞 在今天都沒有講到 表時間的比如說會 會 會有很多種的你知道嗎 會的實詞會是什麼 表能力 對 比如說他會發語 他有這個能力講發語的意思 對不對 那還有表未來的主動詞 他會去台北 表示未來他即將做這個事情 好 以上是 在這部分會有什麼問題 到這邊我們就已經把那個 詞類 在黃禮底這個課本裡頭 詞類分類的邏輯 還有我們怎麼用系統性的描述 理論內部系統性的描述 來做詞類分類的一個 大致的原則跟大家講 為什麼要把戒詞放在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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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看那個詞跟虛的區別 詞詞 詞詞一定要承在語役 可以當作主衛兵的集中中央功能 然後呢 他能產性高 而且有固定的聲調 在篇章中出現的頻率 會比較低 因為他不是 連結語句的成本 然後呢 戒詞詞能不能代入程序 好像可以 他昨天怎麼了 去台北 好像不能代入程序對不對 比如說 他 他讀了什麼書 那你可不可以回答說 關於當代語法 關於 假設名詞 就是一個戒詞詞 直接當答句 獨立成句 好像也不行對不對 這是很好的那個問題 為什麼他要把它當作詞詞 你們覺得戒詞詞有承載 實際語法 我們一個人來解釋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覺得可以討論一下 有沒有承載語意啊 有沒有承載語意啊 那四類著動詞 我們剛剛講有 關於 從 給 比 先不考慮把貝字 把貝字當然有實質語意啊 而且他對句式的結構影響很大 對不對 那關於呢 從呢 給呢 比呢 有沒有承載實際語意 我們不能說他沒有語意 他的確會有語意 可是他語意似乎不像動詞那麼獅子 對不對 那能不能當作主衛兵 主衛兵語 只有給個樣 我們剛剛講過啦 只有給可以當雙名句 那 還是他只有語法 除了給之外 其實他應該都只有語法功能 那他有沒有能產性 他有沒有造性詞的能力 好像很少解析詞會變多 對不對 那有沒有固定的聲調 這個倒是還好 固定的聲調倒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他的確是有固定 他不會是獨輕聲的東西 天當中出現的頻率 至少那個對 或者是給 頻率是比較高的 那你說從去 呃 往這種東西可能就沒有那麼高 單獨成句我們剛剛測試過 是不能單獨成句 所以總的來說 你們覺得他是實質還是虛質 虛質 虛質 什麼意思 怎麼辦 哈哈哈哈 那你覺得課本 為什麼要把他當作實質啊 他唯一說的說法就是說 記系詞是從 動詞演變來的 動詞虛化的 可是他虛化的程度 又不像句莫註詞那麼虛 對吧 所以他有一點尷尬 為什麼 他不像動詞那麼實 可是他又不像體貌了招過 或是不像句莫註詞那麼虛 那為什麼要把他放在這裡 你覺得 不是為了跟德一樣要 白雷 去玩這一點 理論內部的考量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就是用兩個 白雷Fature分成四類啦 我們就是剛好有一類進到四次了 哈哈哈哈 是這樣嗎 這好像有點牽強的 為了理論的完美 為了最後畫出一個完美的表格 那如果 假設我們尊重他的分布 他的懼罰行為 我們認為他是虛詞 會怎麼樣 這是一個open question 沒有一定的解答 如果我們把他當作虛詞的話 嗯 就是把階級詞當虛詞 會有什麼後果 欸義軍 義軍 對 如果你想把他當虛詞 我覺得就是 因為他名詞性 和動詞性 都是minus 所以 這樣子 就等於他沒有一個實際的比例 所以有可能 對你們這樣 所以這一類我們可以把他規類在虛詞 可以 可以啊 你要我要規約虛詞 可以啊 但會不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我們看著 就會變成 我們high裡頭沒有 負恩負義的 這個就有一個gap 然後呢 你這邊可要把他畫在哪裡 虛詞的哪裡 這裡 對不對 你剛才檢驗過啊 他的那個 他必須 他可以直接 他不用再加對或什麼 他直接可以加後 解析詞後面就加一個b 加一個名詞 然後呢 他 在漢語裡 解析詞是不能當主要位於的 這等一下再跟你們講 還有更可以 關於名詞更大的問題 but anyway 有可能會放在這裡 那c講的 c就沒有位子 然後那邊放一個位子 空一個位子會不會有問題啊 理論上是不會有空位子啦 因為我們剛列舉的時候 其實都有十幾類的詞 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四個 四個詞詞的swap 所以我們找到四個 那如果那個位子空 你的負恩負義還有空 對不對 你要找一個什麼 不能當作句子位於的 在漢語裡頭 不能當作位於的 而且怎麼樣 而且他 可以直接加冰語的 那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應該 你們可以想得到啊 我覺得應該是找不到 不過你們可以想得到 除了我們現在講到的形容詞 形容詞、動詞、名詞以外 還有哪一種詞類 那個當然介器詞也不能算 因為介器詞現在也不能把它放在虛詞類 那複恩負義會是什麼 複詞 複詞 好我們看 比如說複詞是說像動作的複詞 比如說他慢慢的跑步 慢慢的當壯語的複詞 或是他 粗魯的打了我一下 因為打是動詞 粗魯的他就會是一個複詞 請問他 如果 後面要加粗魯的 後面要加一個名詞 可以嗎 不行啦 他一定要有動詞 後面再加冰語 然後他能不能當主要位於 張三漫漫的 主要位於啊 主要動詞 張三 粗魯的 是地喔 那個地 粗魯地的 也不行 所以他會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啊 因為你只要了解這個理論它的機制 就可以運作 你就可以知道怎麼樣去做分析 那 我們不一定要完全相信課本的分析 課本的分析 也是他人去歸類出來的 但是我們要知道它的機制嘛 就是說我們有兩個feature之後 怎麼樣找到東西去填補這個slaw 然後我們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他可以分析類 對不對 這個問題很好 所以有可能是副詞 那你這樣分析有沒有比 有沒有比課本分析好 把介系詞當作是虛詞 然後把副詞當作是詩詞 有些人認為是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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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語言也有差異 像我剛剛講的 那個南島語裡頭 它 句子裡的主要動詞 可以是一個副詞 對 比如說它慢慢 那我們說不行啊 對不對 但是 在有些語言裡 也是可以張三慢慢 意思是說張三的動作很慢的意思 所以 憶君現在 弄了 把那個 介系詞變成虛詞 然後副詞變成虛詞 因為我覺得對於我來說 介系詞跟副詞 還是副詞比較承載於 相對來說 是沒錯啊 那其實是漢語底頭這樣子 然後漢語還有一種是補語 比如說 張三 我們說他快快的 跑進教室 我們說這是副詞對不對 那你不能說張三 跑得 很快 得之不語 很快 請問很快是什麼 它是形容什麼 那是副詞嗎 你也有跑啊 那你也有快啊 而且快 如果你把它當形容詞 漢語裡頭的形容詞可以當主要位語 所以到底是跑 還是快是主要動詞 是跑嗎 我們一般認為是跑 然後他是修詞彈 是跑的動作樣貌 那請問這個得之捕語這個 跟快快的 是一樣的嗎 那這樣是不是捕語裡頭 也有另外一類的詞詞 先用詞 當然還 柏語可以講兩堂課 那我現在要舉這個的意思是說 你說承載語力的重量的問題 那其實他快的話 一般來講 很有人說他是形容詞 是因為他可以加橫 我們剛剛講的 靜態位語裡頭 加橫的都是形容詞 漢語裡頭 可以當作主要位語 所以其實他也可以是主要位語 他也可以是主要位語 所以其實這個是詞詞耶 它是形容詞 詞詞 但有些語言他就是 張三很快 但是 in the manner of 跑 這個跑是 是壯語 是副詞 你可以想像 有些語言是這樣 就是張三很快是主要動詞 然後跑是修飾他的 就等於是張三快快的跑的例子 就是跑是修飾詞 然後 漢語是比較是快 壯語是當修飾的 剛剛這個演練詞還蠻有趣的 因為只要我們經過這個 知道這個機制 這個計謀的話 其實你這個題目可以寫成情謀報告 就是論 這有什麼好笑的 這是很實際的啊 論漢語的介系詞為虛詞 對阿 那就可以跟前人的分析有不一樣的結果 那你要想的就是 再往後想 因為我們都會 現在大家都會運作這個東西嘛 那你要想說 那如果這樣分析 它的 consequence 是什麼 就像我剛剛講 就是說 那 介系詞組 你如果把它分析成虛詞的話 它的 implication 是什麼 它的 implication 就會是詞詞有另外一種成分 要遞補在這個結構裡頭 不然的話這結構就崩它 你就少一個東西 它就 對阿 然後還有就是 它要把它盡量虛詞裡 它是哪一個 為什麼 有哪些證據 你可以找到哪些 要去support 你要說介系詞是在這個位置 對阿 很好阿 就是 我希望可以多一些這種討論阿 因為大家到了研究所的成績 其實沒有問題是不能討論的 應該都是open question 而且open question越多 表示你們可以做的題材越多 那 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花了一點時間來討論其他事情是很好的 我花三分鐘講一下方位詞 然後我們待會 下一節課就進到另外一本講 講傳統的分類 那這個是我們讀的這個黃靈體這本書 是以深層漁法為基本的課本 那大家聽說 我是學深層漁法 所以跟傳統的漁法會比較不一樣 但是基於當代漢語應該是一個入門的遊客 所以我待會還是介紹一下在傳統 語法書裡頭在詞類的分類 那大家去稍微做一個比較 就是說我們有了比較抽象的語法 跟一般的漢語語法書裡頭會是不一樣 那在這之前下課之前我先講一下方位詞 漢語有一類詞它比較特別 它有點像介系詞詞 有點像名詞組 那有人就叫做localizer 前字詞或後字介詞 比如說屋子裡面的理念 屋子裡或者是床下或是旁大樹旁 那這些特色是漢語其實是一個mix的語言 就是它有時候中心語在前有時候中心語在後 比如說以名詞組來說修飾語在前 名詞組中心語在後 那但是動詞組呢 它是動詞組的補語在後 所以動詞中心語是在前 所以有一些mixed的狀況 那在名詞組裡面 除了我們說名詞前面可以加介系詞以外 還有數字量詞以外 名詞組後面居然有像這種裡啊 而且它是很productive的 事實上它的能產性是很高的 所以你可以說他們的城外很美麗 屋子裡有三本詞 屋子裡有三個人 甚至那個屋子裡這個東西 它是可以當族語的 那以它可以當族語跟兵語這種特性 然後其實是比較像名詞 因為你可以說屋子裡住著三個人 住是主要動詞嘛 三個人是兵語 那屋子裡是什麼 看起來像是一個族語嘛 那一般來漢語也可以當族語的是什麼 名詞啦 名詞當族語是像兵語啊 對不對 那屋子裡是一個名詞組嗎 不曉得 因為它有了裡跟龐跟下這種東西 那它跟名詞組當然有特別的相似的地方 剛剛講過它可以當族語 然後還有就是它可以在介系詞後面 比如說它在那個城市舉辦一個博覽 那會在城外這個外有沒有 城裡這個裡也是一樣 它是可以接在介系詞後面 而且這介系詞不可省 所以這一點它也是跟名詞很像的 那你就說好吧 那老師我覺得方位詞 就是方位詞組其實跟名詞一樣 它是正N-V 同一類 同一嗎 那事實上沒有那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關於方位詞的分析 有三個可能性 有不同的學者就做不同的分析 在研究論文裡面 一個人就說它像剛剛講 它是名詞的一個字類 第二個就是它是一種介詞 它是後製介詞 所以比如說關於在 從事在名詞組前面 可是它是在後面 所以上下離笔 這個是後製介詞 那當然第三種可能就是它是一種新的詞類 就是它是一個新的開詞 我們沒有辦法歸類它為名詞 也沒有辦法歸類它為介詞 對吧 那我們現在就來解釋它的行為 它的分部其實像剛剛講的像是名詞的 因為它可以上來介詞 後裏它可以當作主語 對吧 然後呢 它可以用名詞來代稱 它就可以用代詞 也可以 然後它不搭配量詞 那因為它不搭配量詞 所以它比較像介詞 那這邊就 如果它是名詞 那沒有問題它就是正恩負必囉 對吧 如果它是介詞 怎麼樣 就是負恩負必囉 對不對 所以其實不會是 那個feature我們不用考量它 因為它不會是問題 比較重要的是它到底是像什麼 那 課本裡頭有用量詞來反觀它 比如說我們會說一張床 四條腿 可是床腿 你會說四條床腿 還四張床腿 十三音 其實你只會說四條 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量詞的使用是看後面名詞組 床腿如果它是符合名詞的話 其實是看右邊的成分 你不會說四張床腿 對吧 那 回來看那個localizer 床底床下 你是說一張床下 還是說其他的 門後 當然是說這上門後 對不對 所以可見這個扇這個章 它是對應在這個複合的前面 所以它中間應該是前面的門跟床 所以其實後跟下 不應該是它的中心語 換句話說 它會是像戒詞的成分 知道嗎 所以這裡也是沒有十分的定論 但是它要讓我們知道說 當我們看到一個新的詞類 比如說像localized方位詞這種地方 它有點像名詞 它有點像戒詞 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去辨識它 那同學們 因為你們也很creative 你們可以去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就是類似這樣子的偵測 我們可以去區辨出方位詞 究竟是名詞 還是它是介系詞 還是它是新的詞類 這都有可能 這三個都有可能 它不是名詞 不是介系詞 當然就會是一種新的詞 那新的詞類的挑戰是什麼 那我們的System又需要多一個Source 那它發嗎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也是一樣休息十分鐘 然後我們這份講義就已經結束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什麼問題 然後等下十分鐘休息回來 讓大家先發問一下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 我會稍微帶一下傳統 那個 呃 之類分類的 事實上那個投影片 我有放在SEBA上面 所以等下我們如果講不完的話 大家回去自己看 其實都可以理解 就是傳統瑜伙俗 那種類 有沒有問題啊 你剛剛在那邊講義 好 請問動詞的針線是 只要是它名的那些特色 都可以當作針線 還是 它只有一種 一個條件可以當作針線 對 它這個表情的針線 你的意思是說 哦 你的問題是說 unfeature 是只有一種 是 這個意思嗎 對 還是它是 名詞的特性都可以當作unfeature 哦 我懂你的意思 你是要 為什麼要用 unfeature 為什麼要用 能不能 就是 接冰 就是 是不是要藉詞這個條件來當作它的 判準 判準的依據 是這個意思嗎 還是說其他名詞的特色都可以拿來 為什麼 為什麼不用 能不能加布 或是能不能 FAA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了很多判準的依據 或甚至是 ABAB 或AABB 選用這個基準 通常是 生成語法是一個普遍語法 普遍語法的意思 上次稍微講過 就是說不是針對哪一個語言 它的語法 那每個語言都因為自己 呃 不同的支派 就是不同的語系 它會有語言本身的特色 比如說很簡單 就是我們漢語就是孤立語嘛 就是或是我們就是沒有詞最多 好 那 能夠當作這種判準依據的 通常它必須是非常general 就是所有語言一體適用的 不然你會造成什麼問題 這個語言的unfeature 跟那個語言的unfeature 而且你正負責標的不一樣 那就失去了你需要建立這個系統的用意嘛 對不對 你最好就是這個系統unfe 它是一個普遍到所有語言都可以去判準的 今天你看到一個新的語言 觀察到一個新的非洲語言 你發現了一個新語言 你就有辦法去判準它的 哪些東西是名詞 哪些東西是動詞 哪些東西是動詞 哪些是正負義 那最基本的是什麼 絕對不會是說a-fa 因為很簡單的 只有漢語有fa構詞嘛 那也不會是說像英文的 有沒有ed形式 這種東西 那我們當然知道是 英語裡面加ed的一定是動詞 動詞彈加ed 名詞彈加ed 對不對 但是 這種 你要選用這個判準 通常它是 要抽象或者是general到一個程度 可以一體適用在所有的語言 那能不能後面之間加ed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東西 大家會認為 比上年的任何否定詞這種東西更基本 那這個動詞也是一樣的 因為一個句子裡頭一定要有位語 主謂結構是最基本的那個句子 所以每一個語言的每一個語句裡面 基本上它都有位語 所以這個詞能不能當位 也是一個非常general的判準詞 還有其他問題 就是 那個 投幣式 設施 就是為什麼當初會 去 沒有被用 去設施 他們是觀察 就是語言 語言這樣使用 的 大方向是這樣 所以這樣就 其實他們有一個 特別的語言 被偶爾 所以如果 會有 如果兩者 那應該會 沒有發生這個動作 或是沒有這個人 應該都是一個人有共同感 因為 而為什麼會都是不 就可以犯人說 動詞跟名詞的差別 就是類似 聽起來 你的問題是 你並不同意 只有動詞可以做否定 你覺得名詞也可以做否定 對 就是如果 如果是 這種概念的話 應該 我覺得應該是要這樣子 就是應該 也會有 可以有否定的名詞 就是 嗯 或是說 如果用不好像可以這樣 就是 如果用沒 沒有 還是沒有就正不 又有差別 就是 漢語的沒跟不一定是有差別 嗯 但是這個跟你的問題 好像是 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你的問題 應該是 為什麼要用不去區別名詞跟動詞 因為可以區別這兩個東西 表示一個是可用 一個是不可用 一個是正 一個是負 一個是是 一個是非的 那這個判決一句才可以幫助我們去區別這兩個類 嗯 對 那你剛剛的問題 沒錯就是說 為什麼不可以來用來區別 呃 動詞跟名詞 嗯 那首先你同不同意 名詞沒辦法加不 同意 好像 現象上 現象上是同意 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 現象上 就是你的確觀察到 不是只能用在動詞 那 為什麼你會覺得否定不是 適合用在這個裡面 我覺得那種概念的感覺 就是 你覺得名詞的概念也可以去做否定 對 其實名詞的概念 不能說做否定 它還是有差異的 這就跟 這個不美很複雜 這就跟英語裡面的 no 是一樣 它通常那個 no也可以加名詞的 可是它表示的不是否定一個事件 或是否定的動作 否定的概念 它是不存在的意思 對 對 所以你可以說 沒有書在桌上 嗯 那你也可以說 呃 老師不喜歡這本書 但你不會說老師沒喜歡這本書 或是 呃 不書在桌上 你一定要用沒有書 對 所以當這邊它採用不的時候 其實它有一個 不是說 名詞不能做否定 而動詞可以做否定 而是說 不這個標記 它只能標記動詞 不能標記名詞 你當然可以說 名詞 你可以去否定 可是它否定它必須要用沒有啊 它表不存在 可以的 但是不會用不啊 所以它這邊 它判準的依據 它只是說不的測試 它並沒有說 是否定的測試 還有就是 呃 否定一件事件 跟不存在是不是同樣的概念 這個也是值得爭議的 當你去否定一個名詞主義 用英文的know的話 knowbooks 其實它不是去否定書這個東西 它是講不存在書 在某個空間 它是不存在的概念 對 所以就是看說 你對於否定的定義是不是這樣 還有就是 我不認為課本有講說 用否定詞可以去區別名詞動詞 那它是說 用不標記來區別 就像它用naa構詞 對 它並不是說 一問句照在動詞裡 不是 它是說anaa這個構詞 能夠區別名詞跟動詞 它有沒有 我是想問 關於餵語 就是餵語它是在說 有語言裡面 大家都是有共性 它就是一個主語加於餵語 是這樣子嗎 對 大部分幾乎沒有語言 是沒有句子當中不用餵語 那為什麼 你就會感覺我們在學 碳語理論的時候 主語餵語版主要說 我們在學英文的時候 老師他會強調餵 他們就直接說 喔 動詞加英語啊 這就關係到你 這個其實不是只有英文的問題 漢語的語法也是一樣的問題 我們在講語法功能的時候 我們有主語位 主位結構 那我們有其他的 什麼並列啊 然後 騙證等等 但是主位是句子基本的結構 可是一樣 你還是可以說句子 漢語的句子是seo啊 對 所以就是 那一個語法的層次 就是教學語法的層次 這個我在最後幾週的時候 會稍微量到 教學語法的層次 跟我們講這個 語法理論的層次 它是不同的 也就是說 在語法理論當中 誰修飾誰 跟語法功能是重要的 可是你在教學的時候 未必是 必須要運用到這種概念 或許對你來說 語序這個概念是更重要 那為什麼要SDO這種東西 原因就是因為它是很直觀 然後很實際的 你可以觀察到 而且 這個關係叫那個typology language typology 當你說一個語言 是有主動 冰 這三個成分的時候 其實你在說的事情是說 他語裡頭 但他不僅種持有 就沒有 可以有這種必須 所以他不是 他教學的程式是非常實際的東西 那我問你們喔 三個成分 SDO假設我們是 胎油也有這個成分 三個東西要做排列 排列次學的這種科目 數學 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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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 六種 什麼東西 哈哈哈 S-O-V 然後 V-O-S V-S-O O-V-S O-V-S 在語序的程式去講的話 三種東西排列次學有六種可能性 然後我們說 漢語是S-V-O 這種可能性 意思就是說 有語言是這個這個這個 只是剛好我們是這個 對吧 那這個在教學程式其實是更簡單 更直觀的 那現在回到這個問題 這是我們的預測 對不對 我們會懂得預測 跟那個系統裡會預測幾個type 一樣 你們覺得這種 這六種都會在真實世界發生嗎 我們剛剛講過這個是南島語 這個 Am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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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可能中語 對 那S-O-V是什麼 動詞在後面 日語是這樣 對不對 John 我 Noriga Sukida 那 那這兩種 這種語言是 這種語言是比較 這兩種語言是 數量上比較少 我知道有一些 葬名語 它可能是這兩種其中一種 對 但不管怎麼樣 它講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漢語是這種 英語也是這種 然後其實有其他的 possibility 但是它的possibility 不是equal的 就是說 這世界上的語言 你可以想像這兩種 一定是非常少 為什麼? 因為它的兵語在前面 這是違反事件結構的一種陳述 你們如果讀過戴哈耶老師的文章 你可以知道 漢語其實是時間次序的語言 所以你事件發生受事 接受的事件一定是在後面 所以變SBO語言 而且這種語氣是很多語言都這樣 那這個卻相對會比較少 為什麼這跟人類對事件的認知有關係 你怎麼會先去認知一個受辭 或是一個接受這個事件物件的人事物 然後把那個失事者放在後面 對 但是不是表示它不可能 邏輯上是可能的 對吧 可是它還蠻有趣的 可是說你可以去 當你講SBO 漢語是SBO這種語氣的時候 跟你講我們有阻位結構 英語也有阻位結構 什麼東西可以打位語 那是完全完全不同的 完全在講不同的事情 那教學語法層次通常會用這個 原因是阻位動兵 這個不好用啊 你跟學生說 動兵 這個都是為了分析 為了為了我們做語法分析喔 為了為了我們做語法分析喔 這個我剛想要講一個東西就忘記 忘記要講 基本上很難 但你要知道邏輯上是可能 這些語言是可能 好 沒有問題喔 那我們很快的跑過這個 詞類的這個 投影片 就基本上 對同學來說 這不是太難的東西 那這個我要自謝 那個 昨天來幫許芳華口試的 李子萱老師 提供我投影片 好 詞這個功能與 語法功能 句法上呢 詞 呃 指名詞的外部結構關係 這是他的語法分佈 語法功能 那語法功能上 單獨單認句法成分 是詞詞跟虛詞的基本分類 這是基本 語法書上面會講的 所以一樣也是把詞分成 首先分成詞詞跟虛詞 那詞詞可以當作充當句法成分 例如你認識他 認識是一個 呃 詞詞動詞 你跟他都是一個詞詞代詞 這是詞詞造成的 那 虛詞的話就不能當作 不能當作主要的那個 語意的成長 然後他只能單獨 而他只能當作語法成分 比如說你雖然認識他 但是他並不認識你 剛剛那個你認識他 你加上雖然 加上病 加上布這些東西 都比較像是虛詞的成分 連接詞也是 像媽把也是 你認識他媽 你認識他爸 那名詞 那個我們講傳統語法 他就是表裂式的 這個語言裡面有名詞 動詞形容詞 他就一直表裂出來 那名詞呢 有哪些特色 他用素質量詞修制 然後不能用布 這個跟我們剛剛講的是一樣的 然後在介詞的後面 經常做主語兵語 然後呢 名詞比較特殊的是 他有表時間表出所的方位 這就是我講的 所以大家分幾類 搞不好連名詞裡面都有 時間名詞出所名詞方位等等 那這些東西 當然他可以當 主要就是可以當主語 位語 對不起 主語兵語 那動詞的話 用副詞修制 不或沒有 這剛剛講到一個否定 就是說我們剛剛說 名詞要用沒有 事實上漢語是可以 一起出現的 比如說 他沒有不喜歡當代漢語 他不喜歡當代漢語 可是他沒有不喜歡當代漢語 沒有的修飾層是埃皮 就是他比較大 是修飾 然後 布是比較小 他是修飾動詞 搞過來是不行 比如說他沒有不喜歡當代漢語 不可以說他布沒有喜歡當代漢語 所以這是布跟沒有 在動詞組層次的那個 這個我們叫做修飾範語 大部分的動詞都可以帶兵語 那少部分不能帶兵語 在名詞中構成主位結構 所以動詞是這樣 然後常常可以加鳥招過 或者是後面可以加上 起來下去等等的動後補語 或者是一些提茂標記 然後也經常做畏語 然後還有跟動詞相關的 是剛剛講的助動詞 比如說能願助動詞 可能 可能 比如說能能夠能肯敢 這類都是 還有會 還有該應該當要 這些他都是可以修飾動詞 因為你可以加上 後面可以加上動詞 比如說來台北 你可以說你人來台北 他該來台北 他應該來台北 等等 他也可以當作 為語也可以被不否定 這是能願助動詞的部分 那去向動詞就是來去上下過這些的 他當作動詞或者是形容詞的符語 所以你可以說拿過來寄來等等 那判斷動詞就是所謂的細詞 是跟為 那形容詞一般要用很或是不 如果沒有的話在漢語是不行的 就很冷不熱等等 那注意那個很 有些人說是程度符詞 但其實他沒有一定程度 然後有些能夠重疊 修飾動詞比較程度的加強 比如說高高的舉起來 那修飾名詞也是比較輕微 比如說短短的頭髮 然後AABB型跟ABB我們就不追述了 那有些形容詞可以修飾動詞 然後他通常也可以當作非位形容詞 那非位形容詞在劇中不能當作位語 他的不能用步否定 有的可以用非但是不能用步 那接下來是數詞 如果你把數目也當作一個名詞 一個數詞是一五等等 那一的時候常常會省略 然後前面可以加上注詞地 那地我們叫做cardinal 就是敘述的那個標記 然後後面也可以加上注詞 比如說多吧 以上以下等等表示概述 這個很有趣喔 那個地這種東西也是 比如說他買的第三棟房子 其實是奇異的怎麼說 一個序列有三間房在裡面 他買了第三棟房子 意思是說他買了排序第三的那種房子 可是你如果說西城買了第三棟房子 一直有可能是說他買了一棟 又再買一棟 又再買一棟 所以他總共有透透三棟房子 可是這個都在地的語意裡面 就補充一下 那量詞有那個明量詞跟動量詞的區分 他這也是說物量詞動量詞 其實是明量詞動量詞 動量詞 動量詞像是什麼 比如說個我們一般是當作普通的量詞對不對 那你可以說他吃個飽 吃飽一次 吃飽這個動作做一次吃個飽等等 這個叫做動量詞 那這邊還有一些例子 比如說看一下說一遍 一下一遍是動量 他們是這樣子去區分的 那有些人說他是捕魚 看你怎麼去看 代詞你我他 疑問代詞誰這怎麼樣 只是代詞這那 剛剛講過這那是屬於代詞的一種用法 副詞修飾形容詞或動詞 不能修飾名詞 程度、情狀、語氣三種副詞 語氣副詞修飾全句 情狀、副詞修飾動詞 程度、副詞修飾形容詞 不能夠單獨回答 就是副詞不能做單獨回答 副詞跟形容詞也可以做狀語 狀語就是語法功能喔 狀語就是剛剛講那個跑步 他慢慢的跑步加上那個地的那種 那也可以有時候當作定語 那虛詞呢 漢語的詞缺導型態變化 所以有很多虛詞 和詞詞比較起來 虛詞的位置沒有那麼固定 然後虛詞在句法結構上 沒有佔太大的地位 如果你把它省略的話 其實句子不會變成並句 但是加上去之後會有語氣跟其他轉折 或者是其他的那個 幫助語意的功能 那虛詞的基本運作是連結跟附著 虛詞詞之間的不同關係 有連詞、介詞、助詞、語氣詞、探詞、相聲詞 這是我們講的就是說 你always可以再列內密 我常常講就是說 有些人做語法分析 他就是去命名 例如說我命名漢語當中的探詞 就好像這個分析做完 其實那個其實是 我覺得是很沒有意義的啦 就是說如果你的做漢語語法 你的分析是就是 表列、列舉的話 或是命名的話 其實那不算是這種分析 所以大家盡量全部報告的時候 不要做這種事情 應該是不自願 盡量找有趣的題目 常定的介詞有表對相範圍 比如說對、對於、關於 表依據的、根據、依照 表目的的、未為的、表時間的 就剛剛講的 你always可以表列出來很多東西 那當然比較有趣的會是他的 詞技上的用法 不能充當謂語 即使戴上名詞也不能充當謂語 這是介詞的一個特定 那這邊有講了 他是當動詞的時候 有些介詞他還沒有 他的實施語力還沒有消失 所以他在劇中還可以當謂語 比如說在、他在家 那你知道在也可以當介詞 比如說他在黑板寫了幾個字 是x的意思 但是你也可以當主要謂語 是他不在家、他在家 那其他也是一樣 介詞常附著在名詞代詞動詞的前面 構成介詞的結構 然後直接來修斥名詞的是比較少 然後還有再向、余道、給這種東西 他是直接附著在動詞或其他詞語的後面 構成一個整體 比如說走向勝利獻給人民 那連詞做連接 有的是詞組有的是句子都可以做連接 然後連接有兩種 一種是並列的、一種是偏正的連接 請問一下並且是哪個層次的連接 並且通常是大的 跟而且不一樣 比如說他很漂亮而且聰明 那你只有連接位於漂亮跟聰明 可是他今天來上課 並且問了一大堆問題 他是動詞組IP層次 他今天來上課 並且他今天問了很多問題 他是修讀比較大 但這都是並列 那非並列的比如說什麼 這就有一個主要子句跟一個附屬子句 像這種情況就是所謂的偏正 所以連接的方式有並列跟偏正兩種差異 每種連詞連接的成分也有一定的關係 像漢語裡頭也是一樣 會有核跟銅以及核幣或或者A類 那B類是R 那通常這個B類它是表連接詞或連接詞組 那連接分句是下面這兩類 不但而且或者你可以看那個 然後還有因為所以雖然但是如果 像那種如果即使除非這都是偏正 雖然因為這都是偏正的結構 就是說它有一個主要子句 然後有一個表音、表果、表假設的一個詞句 這叫負句 負句就是跟當句對於負句 負句的連接成分 然後右邊的這類R跟這類是偏正 那這邊是並列的關係 並列的分句的、並列的跟小的 大成分跟小成分的並列 好 那助詞 助詞的共同特點就是附著在詞或詞組上面 然後有時候大部分都是念輕聲 然後表示附加的語意 比如說結構附詞德、地、德 這個地是壯語的那個地 德是修飾語、名字組修飾語的 德是那個德字補語的 動態助詞比如說了教過 這個我們不把它叫做 我們叫做aspect 體貌標記 但是在傳統的課本裡面 它可以跟你說是動態助詞 這是讓大家知道 語氣詞樂霸呢? 這一點 這個大家知道 探詞ROI 這些詞在句當中就比較靈活 不是實際的語意 也不能獨立成句 然後相聲詞 這個我是不認為它是一種詞 比如說拼拼碰碰 蛤啦啦叮叮咚咚噗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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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詞的分類是對全體詞為對象去得出一個詞類 那個別詞我們叫做磁性 這是以前有這樣子的區分 但我覺得這個區分在現在的理論看來其實不是太重要 那以分類講說看各個磁類有自己的特點 類跟類之間應該要有區別可以明顯的區別 同學們可能會問一個說 那有沒有東西是不被分類或者是被分成兩類 當然有 分成兩類的東西我們叫做尖類 就是它可能是A類也可能是B類 比如說代表 代表們 它有幾個名詞因為它可以加複數標記 那三位代表也是一樣 它可以加上述詞量詞 那可是你也可以說它代表民眾的形象 所以都是動詞 所以漢語裡頭的那個 詞類的分類其實事實上是比 英文還要難得多 好最後總結 各詞類的語法書 語法書上講的謀的特點是主要特點不是全部特點 然後是拿出 其實剛剛竊領的講出一些重要的特色 然後每一個具體的詞不一定就具備那類詞的全部 譬如說你去判準什麼會實詞什麼是虛詞的時候 不一定有八個 criteria每個都要符合才會這樣 它只是一個Tendency 那你就會說那老師如果我們剛剛講實詞虛詞的區別有八個 可是某一個詞它佔了其中四個是A類 四個是B類 四種它是看起來像虛詞的 四種是B類的 有沒有哪個 criteria是特別重要加重積分的 你當你有這個符合 不能單獨成句的時候 它就一定是虛詞嗎 就是哪一個 criteria是特別重要的 這些都譬如說在 漢語法的 就是在研究所接到漢語法都可以去阿語這些事情 那詞的語法特點是在全部活動範圍中的特點 不是某一個具體的句種 應該是說它整體的表現 不是說這個句子裡面 比如說在 它在夾 你就說在 在這個句子裡面它是動詞 不是 你要說在是哪個詞 再看它整體的分佈 兼類是兼具A類 或是 同時具備假類和乙類 兼類是指某個詞 具備假類 不具備乙類 非同時具備假類和乙類特點 反而繞口令 其實我是不相信兼類這東西 如果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分類的話 其實是沒有兼類這種事情 就是說你要不就正V-N 就是正V-N 沒有兼類 不是說它又正又負的 所以其實是 但是 傳統的裡面是可以接受兼類 原因是因為你看比如說豐富 它可能是一個像動詞性的東西 可是它又可以加很 表示很豐富 所以它又好像是形容詞 但是又好像是動詞 這個你們知道一下就好 但現在的理論其實是不需要這樣子的 然後把兼類性量的同一詞學上區分 這個沒有什麼笑話不要講啦 好 那以上就是在傳統語法當中 我們看到的 跟 詞類比較有關的一些 基本概念 那同一篇跑得比較快 所以那個CIVA上面我有上傳 你們如果想要複習可以回去看 好 CIVA上廣告 然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